下一個上的東西是氣溫跟濕度 氣溫第一句話是廢話 什麼叫氣溫 空氣的溫度叫氣溫 廢話一句 空氣的溫度 重點下一個正式考過的 你待會就會寫到這一題 你會寫到量氣溫要量陰涼的地方 我要量的是大氣平衡過的溫度 所以不能夠直接曬太陽 太陽一曬溫度就上去 雲飄過來溫度就下降這樣不行 所以我要在陰涼的地方去量 陰涼的地方量 待會就會寫到題目 這還是真正的氣溫 然後有最高溫最低溫欣賞一下就可以了 最高溫出現在下午一點到三點之間 說兩點吧 那個是因為大氣吸放熱的關係 那個時候溫度最高 最低溫溫出現在日出淺 原因太陽下山就不吸熱 太陽下山就不吸熱 開始放熱 放熱到日出前放最多 所以溫度最低 OK 這個看看就好 終點 這個跟李化老師教的溶解度是一樣的 一杯水無法無限制的溶解糖 一缸子空氣也無法無限制的溶納水蒸氣 有一個限度 這個限度跟氣溫有關 溫度越高 能夠容納的水氣量就越多 如果裝到最多 裝滿了我們就叫做飽和 這跟李化老師教的溶解度的講法是一樣的 裝到最多叫做飽和 裝到最多叫飽和 OK 這就是意思 OK 那麼因此就出現一個狀況 每個溫度能夠裝的不一樣多 所以就出現一個叫做相對濕度 絕對濕度是一公升的空氣 到底有幾公克的水蒸氣 那個叫做絕對濕度 可是那個不重要 重要性是到底有沒有裝滿 所以要相對濕度 國中的計算方法是 分五棒最多裝多少 分子棒我有裝多少 然後乘百分之一百 就是要百分符號 所以要乘百分之一百 OK 來 這是國中的教法 高中是用露點溫度教 我們沒有學 不理他 但是學測有考 基本上 蒂科的年考程度的考試 到目前為止沒有考過計算體 唯一最接近考 就這次 考露點溫度 算相對濕度 很簡單 一個表格夾乙丙丁目 一個S一個Y S多少 Y多少 告訴你 S除以Y 就叫做相對濕度 然後問你 請問你這個時候相對濕度有多少 你就回去找表格 找到S找到Y 就寫一個S除以Y 就解決了 而且還不用算出來 你知道會寫四分之一就好了 你不用算四分之一 但是他就是用露點溫度考 但是你看完題目就會了 不用先學過 好 國中這樣教 所以我最多裝22克 現在裝了11克 那相對濕度多少 二十二分之十一成百分之一百 算出來要百分之五十 這就是國中的計算方式 好 國中是用這個方法來算相對濕度 高中會用露點溫度求 那高中之後再說 我們國中就這樣算 很簡單 跟李華老師教得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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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分之一百 一百分之一百 所以 這邊的重點就是你要會去算 相對濕度 你要知道相對濕度怎麼算 最多裝多少 我有裝多少 去乘百分之一百 這是你在這一段的學習重點 OK